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注意 加拿大政府发的钱你还没领吗 加拿大税务局表示 它将在本月向2.5万名加拿大人 发送有关未兑现吃票的电子通吃 税务局表示 有价值约14亿元的支票尚未被兑现 这些支票是多年来积累的 其中一些可以甚至追溯到1998年 每年 江大税务局以福利和退款的形式 发放数以百万计的款项 但有些支票由于各种原因仍未兑现 包括放错支票或改变地址 除了本月发放的通知 另外还有2.5万名江大人将在11月收到电子通知 随后在2023年5月再发放2.5万份通知 CRA在2020年2月发起了一项运动 让江大人去存他们的支票 并表示到目前为止 他已将8亿多元返还给纳税人 CRA说 江大人可以通过登录或注册 CRA在线账户来检查他们是否有未兑现的款项 根据江大税务局的一份新报告 联邦政府平均每年损失220亿元的未缴税款 该报告分析了2014年到2018年的税收情况 第一份关于江大整体税收差距的报告中 江大税务局估计这5年的净税收差距 或者说政府没有实际收取的欠款金额 总计高达1,112亿元 虽然在这段时间里 未收税款的数额呈上升趋势 估计2018年高达234亿元 2017年为235亿元 但该比例每年都保持稳定 占联邦整体税收的9% 报告说 个人所得税的缺口 每年达84亿至106亿元 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5%到8% 这一数额包括未缴税款隐藏的海外收入 和与地下经济有关的不合规行为 这一分析不包括非法活动 但是 CRA认为 个人所得税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税收保障 这意味着它预计不遵守规定的风险很低 同时 公司税收的缺口 估计在每年46亿到73亿元时间 占该类别预期收入的10%到17% 报告说 与大公司有关的不合规行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而中小型企业则不那么突出 报告还发现 每年有8%到10%的统一销售税的预期收入 没有支付 平均约为39亿元 在消费税系统中 每年有4亿到5亿元的较少数额未支付 主要是由非法相拥生产造成的 尽管消费税许可证持有人和注册人的违规行为非常少 CRE说 在报告涵盖的5年中 合规和征收工作收回了额外的724亿元 否则将无法支付 该机构补充说 尽管故意逃税 未报告收入和多报税款 避免占未收税款的一部分 但无一的错误和无知也在发挥作用 联邦新民主党对CRE的统计数据做出反应 呼吁自由党在打击避税方面做得更好 使则政府对海外避税的视而不见 很快 现在被称为猴豆的病毒将被改名 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 以重新命名该病毒 世卫组织正在就猴豆的新名称进行公开磋商 该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疾病于1958年首次被发现时得名猴豆 然而 猴豆现在将更名 避免对文化 社会 国家 地区 专业或种族群体造成冒犯 并将对贸易 旅行 旅游或动物福利的负面影响将是最低 最近 该组织宣布 一组全球专家已就猴豆病毒变种的新名称达成一致 这些变体现在将被称为Claid-I、Claid-IIA和Claid-IIB 后两个指的是今年已经流行的一组变体 自5月以来 该病毒已在多个国家报告 大部分已知确诊病例都有前往欧洲和北非地区的旅行史 7月23日 猴豆被世卫组织宣布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截至8月12日 京大目前有1059例确诊病例 牛省也在8月12日宣布了首例确诊病例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 大多数报告的病例 是通过初级或二级卫生保健机构的性健康 或其他卫生服务机构确定的 主要但不仅限于男男性行为者 加拿大公共卫生部表示 正在与世卫组织合作侵测情况 没有及时报税的后果有多严重呢 当大温居民哈伦沃像往常一样 打开来自省府的信件时 心跳几乎停止了 上面赫然写着要求她支付新的投机和控制税 共基约2.75万加元 哈伦沃感到不可思议 因为她常年住在自己本拿笔的家中 并且一直免交投机控制税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道 哈伦沃从2001年起就居住在本拿笔 并且一直有人同住 此前她从来没有交过投机控制税 并且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就是政府期待民众的那样 一直住在自己家里 收到巨额账单后 她费解了打电话给政府询问 对方问她有没有提交2020年的报税单 沃尔说还没有 对方果断回答 那你这次不会被豁免了 沃尔表示自己可以立刻补交 但对方回应已经太晚了 挂掉电话后 沃尔立刻向江大税务局 补报了2020年的个人所得税 但她依然很快就收到了 投机控制税的摧脚信 6月2日 沃尔向BC财政厅长 Selena Robson 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 要求对方道歉 并停止这种骚扰行为 在邮件中 沃尔还提出了质疑 投机控制税是BC省的税种 而报税是向江大税务局 申报个人所得税 为什么省税务部门 在申报电话中询问她的联邦税 个人所得税申报 与同机控制税无关 她说这两组 关于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 为什么要关联起来 不过尽管如此 在本周 沃尔还是收到了第三封信 这一次还要求她支付 101.14元的支纳金 总计2.75万元 沃尔无奈地说 政府寄来的27000元账单 让人压力很大 任何人收到这样的账单 心率都会提高的 之后 财政厅工作人员 回复了Word的电子邮件 并解释说 BC省需要通过所得税记录 来确定公民身份和豁免资格 他们必须是江大公民 或江大永久居民 并且是BC省的税务居民 工作人员补充说 财政厅不会对具体案件发表评论 但一般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业主申报了所得税 他们可以在网上或通过电话 修改他们的申报 工作人员还表示 需要由业主自己更新申报 因为江大税务局 不会在业主报税时 通知BC省财政厅 而业主有长达三年的时间 来申报或修改他们的申报 8月11日 Word与财政厅的一名负责人 进行了交谈 好消息是 负责人审查了他的档案 并批准了货免 取消了他的投机控制税账单 投机控制税是由BC省政府 于2018年引入 针对投机和控制房屋征税 它还针对拥有江大公民身份 但在江大境外赚取收入的 业主和卫星家庭 投机控制税 目前适用于大温大多数地区 维多利亚 南南莫和凯罗纳 大都市区的控制房屋业主 2020年BC省公有8180名业主 没有获得豁免 高于2019年的7361名 随着征税范围扩大 预计今年人数将继续增加 针对这个事件 网上的讨论分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一些人认为 Word不值得同情 因为报税是每个市民的责任 甚至觉得支持Word的人 都是平时不守规矩的人 另一些人则表示 政府只会欺负老师人 只知道怎么把单亲妈妈处罚到破产 根本惩罚不了真正的外国投机者 对于这个事件 不知观众朋友们是什么看法呢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表示 会给与接种疫苗游客一次豁免的机会 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要使用ArriveCan 提交健康信息的要求 这一措施于2022年5月在陆地边境实施 它只适用于没有违规记录的游客 CBSA发言人博迪在回复Google News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接种疫苗的江大公民 永久居民和根据原住民法登记的人士 在进入江大时 可能不知道相关要求 可以有一次免受隔离 检测和罚款的机会 博迪说 截至7月29日 这项豁免已扩大到通过陆路入境口岸 进入江大的完全接送了疫苗的外国公民 ArriveCan最初在2020年4月推出 是一项自愿性的应用程序 旨在帮助边境官员审核入境资格 7个月后填写ArriveCan成为强制要求 并在2021年3月 扩大至所有从陆路过境人士 这个应用程序收集个人数据 例如姓名、电话号码、地址和接种疫苗的状态 然后用于帮助卫生官员执行政府的隔离要求 博迪表示 从2022年5月24日至8月4日 在超过500万名拥有入境权的陆路边境旅行者中 一次性豁免被使用了30.88万次 众所周知 多伦多的经济在全球排名中往往表现优秀 但与北美其他地区相比又如何呢 作为科技中心和名牌大学的聚集地 多伦多做得还不错 但封锁后的经济复苏 通勤时间和对自行车的友好性而言 多伦多却很糟糕 几周前 多伦多在经济学人智库的2022年 全球移居性指数中重新回到前10名 在全球172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8 现在经济学人进一步细分 指比较北美的城市 以确定现在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2022年上半年 超过63万人从世界其他地区移居北美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1% 原因很容易理解 经济学人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根据ERU的一项指数 北美地区拥有一些世界上最移居的城市 它对全球172个城市的生活条件进行排名 考虑到与教育文化相关的30多个因素 以及环境 医疗保健 基础设施和稳定性 是的 多伦多在北美中排名并非加拿大的佼佼者 据经济学人报道 多伦多在移居性方面排在加拿大的第三 仅次于温哥华和卡尔加里 对于事项排名 你是否认同呢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宝宝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大温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粤语观星大分约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